赵薇凭借《还珠格格》走红 之后拍摄了多部经典作品 如《情深深与萌萌》《画皮2》等 此位赵薇近年来还当了导演 演映事业红红火火 今日他旗下男星张哲瀚被爆出今日风波 接着他也被挖出早年从穿日本军旗装的旧照 目前有网友发现赵薇主演的《还珠格格》等多部作品 已悄悄将它从演员名单里出名 最近相关部门正在整治娱乐圈的不良风气 以及明星的异德问题 并且有实际体现 8月26日晚 有网友发现郑爽 获尊的粉丝超话被关闭 作品也全部被下架 张哲瀚因为被挖出曾在日本晋国神社拍照 从而被列为猎记艺人 张哲瀚是赵薇公司旗下艺人 在张哲瀚出事后赵薇方曾沉默 今日有网友发现 目前在多个影视平台上 输入赵薇的名字已经搜寻不到任何结果 另外包括他的代表作《还珠格格》 画皮 秦深深与某某等作品 都悄悄将他从演员名单内移除 另外 他的微博超话晚间也遭删除 虽然暂无官方消息传出 据网络传言 赵薇已经被相关部门列为猎记艺人 关键最为引人热议的是 赵薇近期并无负面事件 但是据网络爆料 主要是赵薇过往的负面太多 似乎除了国旗和股市等相关事件外 还做过很多负面的事情 随着赵薇事件的显露 很多与赵薇关系的明星好友 似是也开始逐渐删除 与赵薇的相关互动 此次事件后 赵薇或将正式被封杀 童年经典小燕子最终走向末路 订阅并点击小铃铛 桃子每天和你一起 关注娱乐圈的八卦趣事 我会订阅并点击小燕子最终走向末路